与球迷绝对不能不知道的四大天王 你知道是哪四位传奇人物吗? 他们之间又有哪些经典的对决战役? 赶快接着看下去!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达克运动 世界雨坛自古至今,已有好几代四大天王 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两千年后的四大天王 彼得·盖德、陶飞克、李宗伟还有林丹 随着林丹在2020年7月退役 四大天王的时代正式结束 今天要带大家认识这四位雨坛的超级名将 影片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打客运动 开启小铃铛哦! 一代球王超级丹,林丹 2020年7月4日,宣布告别长达20年的选手生涯 林丹5岁开始学习雨球 17岁进入国家代表队 21岁在2004年全英公开赛击败盖德 被对方称为Super Dan 林丹一连夺下北京奥运 以及伦敦奥运的南丹金牌 成为雨球史上首位连夺两面南丹金牌的选手 至今都还没有人能打破他的惊人记录 超级丹更在世锦赛上五度封王 是雨球史上第一位选满官的球员 超级丹善于拉掉突击爆发力强 后场突击相当凶狠 林丹的扣杀相当具有威胁性 随着年纪增长 他开始改变打法来延长运动寿命 以往前小球的缠斗 还有假动作反复变换为主 林丹的整体实力占据一定的优势 他的辉煌记录五元能敌 他也被公认为是雨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 大家都看过《败水为王》的纪录片吗 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就是我们的大马球王 拿督李宗伟 2019年6月13日高挂球拍宣布退休 告别19年的职业选手生涯 2008年26岁的李宗伟 背负着全国人民的期望 拿下北京奥运的银牌 回国后受册封为拿督 创建了运动员册封为拿督的先例 这个称号也象征着自己代表正面的形象 新的赛季开始称霸世界第一 2009年拿下7座冠军 2010年缔造单季最多冠记录 自世界排名系统创立以来 是第一位突破10万分大关的男单选手 也是马来西亚守卫保持第一名时间超过一年的选手 李宗伟的防守技术相当出色 回球总是变幻莫测 往前能力一流 总为自己创造了许多进攻机会 在场上拥有超乎常人的冷静和稳定性 无论面对敌手何种形式的攻击 他总能依靠自己出色的防守技术控制局势 可攻可守 令对手疲于奔命 李宗伟在球迷心中的地位 不仅仅是靠受风的纳度光环 更重要的是他不屈不挠 不断拼搏的体育精神 有一种精神叫做李宗伟 印尼羽球天才陶菲克 2013年6月12日正式退役 拥有18年的职业生涯 15岁便开始征战国际比赛 17岁便拿下首座公开赛冠军 18岁直闯全英公开赛决赛 2000年正值19岁的陶菲克 已经是球场上叱咤风云的王者 不请赢得雅锦赛冠军 世界排名要升至世界第三 24岁夺下雅典奥运金牌 以及市锦赛的冠军奖杯 成为雨滩时尚首位打成大满贯的选手 陶菲克以细腻的技术闻名 他将双打常使用到的平抽档技术 运用到单打之中 不仅加快比赛节奏 更将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 陶菲克还有反拍之神的封号 一般来说反手拍的发力不如正拍 但他的反手杀球威力 犹如一般人的正手杀球 后场杀球能力更是杀伤力十足 无论是陶菲克的正反手拍 都能带给对手致命的一击 彼得·盖德是年纪最长的四大天王 2012年11月1日正式退役 结束了长达19年的选手生涯 从4岁开始学习雨球的盖德 选手生涯相当长 被称为雨滩的长青术 1997年 21岁的盖德 开始在国际赛场上展露头角 分别拿下德国 台北 香港公开赛的冠军 1998年进入生涯巅峰期 一具夺下日本、丹麦、瑞士、马来西亚 公开赛冠军 攀升世界第一 隔年的全英公开赛 打败印尼的雨球天才陶菲克 夺下南丹冠军宝座 缔造连续62周 世界排名第一的辉煌记录 盖德在往前处理球的技术细腻 为他制造许多进攻机会 总能让他掌握比赛的节奏 假动作技术 更是盖德的招牌特色 变化多端的出手 常常把对手骗得团团转 没有人能预测下一次 他回球的落点在哪 一次又一次的回击 总是令人叹为观止 从盖德的崛起 到灵丹的丰拍 四大天王称霸的时代 有20余年 为球迷留下不少经典的对决战役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 无非是决战40回合的灵力大战 即使灵丹丹与28胜12负的成绩遥遥领先 两人的比赛内容还是精彩绝伦 总是令球迷目不转睛 在2011年 伦敦市井赛上 李宗伟与灵丹丹的决赛 堪称是史上最精彩的对决 市井赛前 李宗伟整年仅吞下一半 正处于绝佳状态 两人当年在市井赛决赛相遇 首局追到Deuce 才有李宗伟以22比20收下胜利 第二局 林丹以21比14扳回一城 第三局 李宗伟一度取得领先优势 曾握有两个冠军点 最后 却被林丹的杀球 还有自己的失误 措施夺冠机会 最终 由林丹以23比21 赢下这场激烈对决 如果说是最感人的比赛 绝对少不了2016年 宇约奥运的林里之战 这也是两位传奇 在奥运会和市井赛中 唯一一次不是在决赛场上对决 李宗伟从未在大赛场合赢过林丹 连拿两届奥运营牌的李宗伟 期待能突破魔咒 超级丹则是抢创下三连霸 双方在各拿一举的情况下 进入决胜局 两人又将战线延长到Deuce 这次大马球王终于把握机会 展现他的任性 辛苦地夺下这场胜利 看到当时拿出的激动反应 就知道他为了这一刻 努力了多久 等待了多久 林丹和李宗伟这一对伟大的对手 被称为是雨坛的费德勒和纳达尔 彼此之间没有敌意 只有满满的敬意 两位英雄喜英雄的感人故事 更是雨球迷心中的难忘回忆 2005年的市井赛 南丹的四强赛对决 是难得一见的四大天望交手 由林丹对上盖德 陶飞克对决李宗伟 这也像是一种世代交替的象征 最终是由林丹和陶飞克晋级到决赛 陶飞克展现了绝对的实力 不留任何一点机会给林丹 以大比数15比3 15比7击败林丹 夺下生涯首座市集赛冠军 当年的金牌陶飞克 银牌林丹 铜牌的盖德以及李宗伟 不仅代表四人在雨球赛场上的统治力 这张四人在颁奖台上合影的照片更是难能可贵 2011年为了纪念中国国家队训练基地 即李永波先生的雨球学校落成 特地邀请四大传奇奇聚一堂较劲 举办一场四大天王争霸赛 首轮由李宗伟对上盖德 林丹出战陶飞克 决赛由李宗伟对决林丹 再次上演一场精彩对战 双方依旧是大战三局才分出胜负 最终是林丹夺下争霸赛的冠军宝座 这场梦幻赛事也满足了大批球迷 心中的四大天王通常角逐胜利的梦 无论是哪一代的四大天王 他们终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逐渐淡出羽毛球赛场 但无论他们今后的路如何走 相信所有球迷都一定会永远记得 他们曾经带给我们的感动 让我们也继续期待下一代四大天王的诞生 今天了2000年后 羽坛四大天王回顾就到这里啰 你心目中的天王是哪一位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哟 喜欢今天的介绍 也别忘记帮我们按喜欢 更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达克与球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